吃个水果要白天 吃个海鲜要被宰 把你的手机网上那个车上移放 一顶多 一顶多 我手机一顶多 买海鲜还好我机灵 我桥上的桥巴 纯条的海鲜就买了四百多 还好对吧 四百多的海鲜 家伙本没有买卖 我们买的黑虎虾 跟我们上的黑虎虾和名下的品牌 我们的这不是变难 你们买车知道吗 来 吃个水果要白天 吃个海鲜要被宰 把你的手机网上那个车上移放 一顶多 一顶多 我手机一顶多 买买鲜还好我机灵 我桥 该网友一行前往三亚 黛姐 这里就叫黛姐 我看那里有人说她叫安姐 这位是一个 这位是一个男性还是女性 这个性别的问题也别纠结了 因为这太复杂 有评论叫自己跳进去 也就是说你不是你黑人吗 我就来碰你这个词做节目 节目效果拉满 粉丝流量一戏都来了 那就不怕你宰 你宰吧 你宰我做节目 网友发布三亚被宰记视频 称水果海鲜称都不准 黑皮虾是被调包 把手机放出去一称 手机有一斤重 然后呢 这个 三亚市监督管理局发布三亚被宰记的调查情况通报 说该店呢 规范明码标价 其手说手收取费用 未超出公式价格 加工单据上有消费者签名 经执法人员调取监控录像进行调查 未发现该商家加工店存在调包及故意参加的违法行为 针对该网友反映的加工后的虾不全为通一品种问题 经调查核实 其购买的虾品种为草虾 视频中显示盘中草虾 会有五只其他品种为南美白对虾 系南美白对虾和草虾放在相邻的框内售卖时 白对虾跳入草虾内 售卖时未发现一同售卖给了消费者 这搞笑 哎呦喂 这个精彩 我觉得这个回复太精彩了 反正你们想 你们想那个 就是想那个 想宰我也宰不到我 我是穷人 对吧 但是我也不能说我穷 我就对你们富人幸灾乐厚 这安茂园是谁 是不是一个什么大牌网红 我看这个 还是个地名啊 这个啥意思 是一个网红 搞红自己了 这回火了 火了 兄弟 像你多学习 像我们这些人 怎么把自己搞火搞红 你这个办法还可以 不错 你那个品种不对 是瞎自己跳进去的 兄弟 不怪人家 不怪商家 多漂亮 小伙 行 好聪明 OK 拜拜 拜拜